開那個電波 開完之後隔天更痛 就是你打完正波 然後跟電流了以後 你的膝蓋更痛 對 跟我一樣這樣蹲看看 蹲下來 蹲看看 不要不要 你就站在那個房間上就這樣蹲 很痛了齁 好緊喔 這裡又痛又緊 好好好 我們起來 起來 不好意思 這樣走會不會痛 走會 你只給我看痛哪裡 膝蓋裡面 就那邊嘛齁 爬樓梯很痛 爬樓梯 所以你覺得打完正波以後是有比較好嗎 前幾天 沒有前幾天他去找骨科醫生 然後醫生說 他磨一磨說裡面可以 剛開始說有點積水性 吃消炎藥 然後沒有很改善 對 然後又說叫我做 然後回去找醫生 他說叫我做那個正波 對 然後做完正波之後 隔天更痛 這邊更痛嗎齁 好 一組有六片 然後你就是棉布哪一片 然後這個貼固定的哪一片 然後冰棒棍不要丟 要高的話就是放室內就好 不用特別冰冰箱 也不要讓它曬到太陽 你要抹的時候 你可以先拿多一點出來 給它抹厚一點 平均 多餘的你再把它抹回去就好了 你要貼的時候旁邊先稍微拉開一點 才不會說到時候黏在一起 中間這一塊大塊先撕掉 撕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哦 不要讓它黏住 黏住的話就是打不開 這樣子之後你再把這一片放上來 它這個用意就是說 我們中間那一大塊全部都是藥膏 它有藥性 可是呢我們不希望那個貼布太黏 所以它有黏性的地方 都是在旁邊周圍而已 所以對你的皮膚的負擔會比較輕 我們膝蓋稍微彎曲哦 滋滋的 滋滋的貼 它需要滋滋的貼 那我直接往上這樣貼上來之後 你再把兩邊撕起來 如果你比較容易過敏的話 也可以稍微折一下 那一天可以貼到兩片 那睡覺的話就不要貼了 怕時間太長你會容易起腰不整 那貼這個大概多久 貼四個鐘頭 最長貼六個鐘頭就要拿起來囉 好再走過去 再走過去 這樣會痛嗎 不會 不會嘛 蹲看看 蹲喔 對蹲看看 這樣會痛嗎 這樣就會了嘛 對然後再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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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